大部分可能很多人都在買 買SUV 但是你的環境也許不許可的環境底下 剛才曾經有提到了 像現在靜體也剛推出 的確是話題相當高的 Honda Fit 它的車身靈活 而且在脫衣間的穿梭 甚至於它的省油性 以及它的空間上面 其實也表現得非常出色 其實冠儀 提到Honda車 不得不提到當年Honda 給你的人機一體的駕馭感受 沒有人會說Honda的車子操控不好 是不是 我在這邊簡單舉一個例子 最新的Honda Civic 雖然很可惜在台灣沒有辦法 目前還不知道他有沒有機會 再重回台灣的市場 但是在日本已經正式的開始 在9月初的時候 已經開始正式的上市 然後接單 那根據一開始賣的就非常好的 3000張的訂單的統計資料顯示 你知道其實我們台灣人 跟日本人購車信心 其實蠻雷同的 這最新的Honda Civic 你知道它的這個買頂級的人 佔多少比例 應該跟台灣差不多 怪你你講對的 佔大多數 這3000張前期的訂單 有78.4%的人是買頂級車 好 這是其一 但其二我覺得 也是為什麼我在要介紹 這個FIT之前要跟大家討論的事情 這3000張的前期訂單 你知道它的購買人的年齡層的分布 會是什麼樣的情形 如果說按照一般的想法的話 應該是比較年輕的 對 沒錯 第一大量有接近24%的人 是20到29歲的消費者 買了這個最新的Honda Civic 那20到29歲是買最多的 第二多讓你猜 有高達22.2%多喔 其實跟第一名 其實跟第一名相距訂單數 沒有差多少 是什麼樣的年齡 你剛剛已經猜了 等一下... 我知道 另外一個七八十歲 你剛剛就說 退休的 對...沒錯... 它是50到59歲 50到50 很特別對不對 它一樣要使用車 但它小孩已經大了 對 它不需要考量它的車子 後面能夠坐幾個 180公分的孩子 所以它也是選擇這個 林橋使用省油 操控性好的車 當然Honda本身 在我們年輕時候 就已經是感受到那個熱情 所以它在陸續的 推出新的車款之後 我們還是會有 很大的一個關注度 然後也希望能夠再次 擁有Honda的車型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全新的Honda Fit 路上的辨識度會相當的高 很高 對啊 它從這個燈 頭燈引擎蓋這個線條 一路延伸到水箱罩下緣 水箱罩其實只有下面 這一點點的 進氣的散熱空間對不對 很像電動車的設計概念喔 是 對不對 你有沒有覺得 如果你開了這個車 你好像到了日本街頭 甚至你有點走在時代尖端 前衛的一個設計邏輯跟概念 我認為它是做這個 以仿生為出發點的角度來說 它的設計是非常不錯的一個設計 加上小車難得有LED的斗燈 沒錯 配備上面來講的 我想觀眾朋友們都比我們還清楚 他們上網去看一下那個規格表 就很清楚 但我覺得就幾個實際的使用點 來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就稍微往後移一點 來到駕駛座的這個 左側這個部分 怪你會發覺這個A柱啊 貨真駕駛的A啊 是不是 貨真駕駛真的A字型 所以它在前面這個三角窗的範圍 是非常大的一片三角窗 對 那前檔的面積真的也相當的大 沒錯 相當的大 所以這代表什麼 代表的這一台車擁有非常好的一個 前方的開闊視野 對 因為其實之前第三代的時候 它的A柱是這個地方 現在變成在這裡 對 然後這邊呢 它稍微就小一點點 對 那你變成你的通透性更好 是 通透性更好之外呢 雙A柱的設計讓這一支啊 它的尺寸可以變小 變小一樣擁有非常好的強度 變小的好處就是代表 你的視覺死角 可以變得很少 是的 這一點在安全性上面 我覺得是這個 非常大的一個工程 那麼打開前車門的時候 你會發覺 一般的車型 我們會看到在這個門的部分啊 前座會稍微比較斜一點 但是以Honda Fit來說 它這個設計 這個角度 你有沒有發覺 包含門框 一樣設計這個角度 所以也就是說你進出的時候啊 其實是開闊度是非常好 是不是 那從這邊忘記它的中控台設計 我覺得也非常的簡潔 而且我個人是非常喜歡 它那個按鍵啊 跟那個前方兩個自背教 跟中央排檔桿下面這一塊 類似這個白色糖尺烤漆的 這個設計 我覺得這個質感相當好 好啦 重點來了 我們來到後座來看一下 後座你會發覺後座的這個 不用 不用簡單看看 你就已經發現到空間真的相當大 而且開口的角度非常非常大 對 重點就是 這個車門的開口角度其實非常的大 還有一點 冠儀你還記不記得以前我常請你上後座 你會發覺後座這個時候 這個輪弧這個地方有沒有 後座的輪弧這個地方是最影響後座進出很大的一個重點 這一次我沒有要請你上車 以我183公分來坐坐看這個小車 我坐給你看 來 你看它的進出其實是非常便利 對不對 因為這個輪弧的部分 它不會卡到你的大腿 來 喔 很方便耶 車門的角度開啟很寬對不對 是 椅面的深度也夠 對 椅面的高度也夠 即便我的腿稍微比較長一點 我還是坐得很舒服的 甚至我的腳往前伸 腿部的空間也相當的足夠 很難得一台小車 是 可以讓你坐進去 前面膝部空間有超過一個拳頭以上 真的 唯一一點就是我的頭髮比較高一點 但是這是不能怪車子 可是怪物的頭髮比較高一點 畢竟是小車 它不可能說到像SUV這麼高嗎 那不然你再往前看 這台車很特別的地方 它後面這個椅子 除了空間跟椅座好座之外 還有一點很大的特點 它這個也是一個專利的設計 如果說你要把椅子往前傾倒 你有沒有發覺 我現在如果要傾倒椅背的狀況 有沒有看到 有 不是只有椅背傾倒 它的坐墊是連動式的 有沒有 它的坐墊是連動式的往前傾倒 所以當我放下來之後 當我放下來之後 你會發覺 它的平整度是相當的好 非常好 對 它可以跟後箱連成一氣的平整度 這也是它專利的其中一個選項 對 它後座的椅墊的部分 一樣會往下的下沉 然後騰出空間來 讓椅背 來顯倒 但是它不只有這一點而已 另外 你會發覺 我們剛剛講的椅墊的坐度是高的 來 上先 我不需要任何的特殊的操作 只有把椅墊往上先 支架一直扣住 對 它可以放很高的東西耶 你有沒有發覺 它可以放很高的東西 例如說我啦 你看 這個是一個我實際站起來 坐進這裡面蹲進去 你們看了就知道 這個感覺其實是相當的好 所以因為它這個Ultra C 它有一個專利的設計 你知道發現這麼好的設計 為什麼用在其他的車子上沒有 因為它是專利 專利 對啦 如果你想要用 你得要付專利的使用費用 所以在後座就已經有 非常好的空間表現了 那麼接下來如果我們看一下 這個行李箱的表現 第一個後箱蓋開啟的高度 其實很夠了對不對 然後後箱的開口 後箱的開口 非常的寬闊 對 尤其是中間這一段 很像中廣身材的這一段 有沒有 它特別寬耶 對 這個後箱的開口非常的寬闊 加上它的後箱的底板 其實很低有沒有 你有沒有發覺 就是說我要搬行李上次的時候 不會讓我的腰閃到 不用抬得很高 那行李箱底板很低的狀況之下 表示它也可以載運比較高的物品 或者是說像我們剛剛想到說 要把這個椅墊 放平你也可以放生的東西 沒錯 而且它護架也一樣是可以往後倒的 那就變成你可以放更長型的東西 沒錯 所以在空間上的表現 是相當不錯的 那當然你看這個車輪尺碼非常的小 很好的乘坐空間 很好的載運空間 對它有沒有缺人 有 鮮背車屁股比較容易掃這個 回風嗎 對 回風比較容易掃這個髒水 就下雨的時候 你看我們剛開來的時候 這裡面積的都是灰塵 這個是鮮背車的缺點 但是 這我覺得這個是很方便很好用的一個車子 我個人是覺得說 如果你在你的預算的打擊範圍內 然後你又不需要開一部大車 又...但是你又需要有靈活的空間變化 又需要市區內省油 沒錯 考停車操控好 對 這一個保證你開到哪裡都停得進去 還有好癢嘛 這是很大的一個重點 所以當初冠儀選擇二代的Feed 你所有的考量的因素 都是我那時候想的 那你覺得我今天介紹的好不好 我覺得很好啊 因為你真的小車需求 想會買小車的人 他就會考慮這款車 一定是考慮這些 對